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的那个beautifulsop的一个人的使用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用这个beautifulsop 以及之前用到的那个request那个库 将这两个库来结合起来来做一个人的爬虫的案例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中国天气网的一个人的爬虫 那么中国天气网这个网站的话 它是记录了我们全国各地它的一个人的天气信息 对吧 有最低气温 有最高气温 还有些这样的天气现象 那么我们这里话就把每一个城市 比如说北京是海滨朝阳 就是说每一个城市它下面的那个什么的最低气温把它给爬虫了 因为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已经十一月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九 相当是已经已经是算是比较寒冬的一个这样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就看来看一下我们全国哪个地方 它的那个温度是最低的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最低气温把它给爬虫出来 然后的话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样的数据可视化的一个东西 看到我们的那个一个这样的最低气温 好吧 好 那么这的话我是已经把这个爬虫已经写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跟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就是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要做文以后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吧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文件 下面的话就会打印这个爬下来的这些数据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城市下面那个是最低气温 然后的话运行完之后 它就会生成一个一个这样的fm的文件 就是就是这个vd.fm这个文件 当然这个文件的话不是我现在生认是它这地方爬虫 它这地方爬虫完成以后 它就会把这个相关的数据把它给渲染到这个vd.fm当中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点的话右键来或是或者我这个地方我先上出一下吧 上出一下啊 真的话比较有说服力啊 然后我再来运行再来运行 运行完之后这个地方的话 待会就会生成一个vd.fm 然后我们再通过vd.fm的话 那个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阵的排名啊 它的一个阵的图片一个阵的图像啊 那么我们收in explorer啊 然后的话双击来打开一下双击来打开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啊 全国各地啊 它的一个最低气温的一个排名啊 那么最低气温的话啊 排名第一的就是大清韩女 现在的话它最低气温 今天的最低气温是已经达到的-33度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呼伦贝尔啊 然后是尹尹是吧 还有是贺杆啊 接下来下面的话是有齐齐哈尔啊 这个的话我是列了前十啊 前十个好吧 那么我们就要实现一个这样的小小的需求啊 实现一个小小的需求啊 那么我们讲这个爬种的想啊 这个爬种想案例的话啊 一方面的话有两个有两个做有两个那个目的啊 第一个作业的话就是去熟悉一下这个Buildingsoft的一个使用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网站的话啊 他啊到到那个什么呢 到那个赶澳台的时候啊 他就有些一些这样的呃 数据有些问题啊 说的话待会我会教教大家怎么去处理 说这个网站爬取的话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啊 有代表意义的好吧 好那么这一份的话我们就呃不讲的那么详细的啊 就是我们在写爬种之间我们也已经写过很多次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按照说啊 先跟大家讲如果去抓取这个数据啊 然后的话再把它给把提取相关的数据对吧 我们这里边就直接教大家如果去分析这个页面 好吧 前面的那个怎么去抓取数据啊 其实我们之间学过那个request库就已经很懂了 对吧 好那么我们这边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哈 现在的话我们是要把抓取这个中国天气碗 就是说要抓取中国所有城市 它的那个天气啊 那么在中国的话啊 它是分为好几个部分对吧 有那个华北地区 有那个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兰地区 港澳台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中国天气碗的话 它就根据一个这样的来进行划分啊 如果在华北地区下面的话 它就列出就是就是在这个华北这个选项下面啊 它就列出了华北下面所有的城市 它的一个这样的天气信息啊 然后的话你爬完这个华北地区这个下面以后 接下来你是不是应该要再去爬 爬取这个东北下面的这个天气的这个信息啊 对啊 那么爬完东北以后 你是不是还要去爬华东啊 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啊 我们就啊 要什么呢 要爬取华北东北 华 华东 以及啊 这些啊 还有港澳台 所有的这些啊 每个每个UR下面所有的这些信息 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啊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这些数据 它是分布到了这几个UR下面 对吧 呃 你是华北下面 那么我就在华北 华北 HHB 这个UR下面 对吧 那么你是在东北这个啊 区域下面 那么我在地方的话 就去爬爬爬去这个db.sdml 这个页面下面的那个啊 数据 对吧 然后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的这些城市信息的话 是不是都是放在这 这些里面啊 对 那么这些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右键的话来检查一下啊 来解释一下啊 然后我们把鼠标放到下面 这个地方 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哈 它这地方的话 一个啊 一个城市的一个省份的话 是不是就正好是一个table啊 比如说这个是北京市那个直辖市 对吧 那么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table上面 他就会把北京这个直辖市上面 全部都把它给选择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天津啊 还有河北对吧 河北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上面啊 把鼠标放在这个上面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把鼠标放在这个table上面 他就把河北这个省份里面所有的城市 把它给 把它给 那个选中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它就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规律哈 就是一个省份里面啊 他就用一个table来进行安装 那把它给 把这些数据装装下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什么呢 现在的话 我们相对是已经知道了 就是一个省份 就是一个table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要去爬取一个省份下面 每一个城市 它的那个啊 最低气温 那么这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table 把它给展开来 来看一下这个里面 装的那些数据是什么样的吧 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鼠标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河北是吧 我们把鼠标看一下啊 他这个table里面的第一个 TR标签的话 是不是装的是这个啊 表头啊 第二个TR标签的话 也是装的是这个表头 只不过是一个子表头 对对 那么从第三个TR标签开始的话 才是真正的是装载 装那些啊 真正的城市的一些 这样的天气信息 对吧 这个第一个是那个石家装 然后下面的是那个宝地 下面的是张的口 成德 唐商 狼法 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下面的话 我们得出了一个规律 就是前面两个TR标签的话 是那个表头 从第三个TR标签开始 才是真正的那个啊 城市的一些这样的天气信息 对吧 好 那么基于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那个啊 很多那个数据的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呃 空mid type 这个空mid type 这个里面的话 是包裹了什么呢 包裹了啊 当这个呃 所有呃 这个什么的 这个地区 就是那个啊 华北地区 所有的城市的那个啊 信息 对吧 那么下面的话 是不是也有这个什么呢 叫做空mid type的啊 啊 这个dmv 那么我们来展开一下 下面的话 是不是也也上 放的是这个空type 呃 二是吧 我们再下来再来展开一下 接下来的话 这个下面的话 是不是放的这个table啊 那么这个table的话 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来看一下啊 它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它其实这个里面放的也是 也是那个啊 每个城市 它的那个天津信息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 没有写上呢 你们看 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style 叫做discipline none啊 stylediscipline none的话 说明它将这个都 将这个dmv 把它给隐藏掉了 把它给隐藏掉了啊 那么这个东西 它是用的干嘛的呢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的话啊 它其实就是去展示 我们一个城市下面啊 呃 不是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 一个地区下面啊 有七天的一个这样的天津信息 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个啊 这一个天津信息 这些数据的话 它展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津的数据啊 而像之前的 比如说啊 周四啊 周五周六啊 一些这样的天津信息 它又会 它就会在这个下面来展示 明白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鼠边选中的是啊 周四的那个天津信息的话 它就会把之前周三的这个天津信息 把它给discipline承担 discipline承担 就把它给隐藏掉了 然后它就会把周四的那个天津信息 把它给显示出来了 啊 那说的话啊 接下来的话 它就下面是相对什么呢 有总共是有121234567 总共是有七个这个啊 这个数据天津数 数据啊 相对是 总共有七天的这个天津信息 都在这个里面 总共是有七天的天津数据就在里面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抓取七天的 我们要去 我们就主要去抓取今天的这个天津信息 就可以了 好吧 抓取今天的那个天津信息啊 那么抓取今天的那个天津信息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什么呢 将这个class 这等于扣mid type的 这个第一个div 把它给提起出来 然后再在这个div下面 再去提起所有的table标签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把所有的那个城市信息 把它给提起出来了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对这个网页 进行一个这样的简单的分析 好吧 进行一个这样的简单分析啊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下几个我们就直接来上这个代码 跟大家讲解这个东西 怎么去做的啊 好 这样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